其實這個菜真的要由早上煮到晚 可能你會說為什麼不外出吃 其實我都認同的 好累啊 稍稍後不會開始拍這段影片 HELLO 我是李倫 歐洲的疫情最近又升上去了 所以想外出拍片都不敢出 唯有在家裡沒有東西找東西來搞 所以今天就想和你一起煮印度咖喱 不過如果是煮普通的印度咖喱的話 就不輪到我去教你 所以我今天煮的印度咖喱 是一個歐洲可以煮到 也是適合香港人口味的印度咖喱 你待會看完之後就可以告訴我 究竟我煮得正不正中 又或者適合你的口味 事不宜遲,現在立刻開始 第一步我們先處理肉類 我這次就買了整隻雞去煮 我買整隻雞純粹因為便宜 如果你不想做那麼多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買處理的雞胸肉 或者雞扒煮都沒問題 我現在就先斬件 趁現在斬件雞 和你分享一件在瑞士生活發言的事 不知道住在瑞士或者來過這邊旅行的你 行超市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買整隻雞 基本上和兩件切好的雞胸的價錢差不多 有時候撞正減價的話 有機會你買整隻雞 還要比起你買兩件雞胸便宜些 好了,快點把雞斬件和拆骨 如果你喜歡的話 剩下的雞架可以用來銀湯 然後用來炒雞肉 原因是因為一來歐洲人覺得雞胸是整隻雞最漂亮的部位 二來歐洲人煮飯都不喜歡處理骨頭的肉類 所以整隻雞或者雞腿這些部位的受歡迎程度 就會比雞胸低很多 不知道你住的地方又是否也是這樣 歡迎在留言分享一下 為了想點雞肉的味道 我這次會用雙重的葉法去醃雞肉 第一層我會用一個港式的葉法 在碗裡加半茶匙的梳打粉 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一茶匙的糖 一湯匙的潔汁 和一湯匙的豉油 這一層的醃料就不需要太重手了 純粹是給點底味和鬆敗的雞肉 第二層我會用正式煮印度咖哩的醃料去醃雞肉 這裡我首先會加剛才切好的薑和蒜蓉 接著就加一湯匙的咖哩粉 大半湯匙的薑菇沙拉粉 一湯匙的甜椒粉 一湯匙的黃薑粉 小小的芫茜粉 然後半個檸檬汁 最後加上100毫升的乳酪 加齊材料之後就可以用手去拌勻所有東西 這裡如果你不想用手去直接碰生肉的話 可以戴上手套 但我不建議你用筷子或匙巾去代替 因為如果你不用手去幫雞肉按摩一下 是很難用的 搞定這一步之後 就可以讓雞肉醃45分鐘至1小時 我現在把洋蔥、薑、蒜頭、蒜頭切碎了 我準備3個洋蔥、1個薑、2個蒜頭 每一粒都有血有汗 話說最近歐洲轉季天氣忽冷忽熱 連續下了兩個禮拜雨 所以人很濕 趁這些時間煮印度咖喱 我身體也不錯 起碼好過吃沙律、意粉 然後這裡就可以準備一隻碟 放些香料 這裡有四五塊的月桂葉 一個八角、一個黑豆扣 四粒的丁香和四粒的豆扣 還有一小條的肉桂條 蒜頭就可以和香料在一起了 待會下鍋的時候也會一起下鍋 最後切完這幾個番茄就可以開始煮了 難得有一些雞皮我當然不會浪費 我會拿來拿雞油 始終在瑞士雞油膏或雞皮都不容易買到 所以買整隻雞有多個好處 拿雞油就很簡單 直接把切碎的雞皮放到鍋裡開中小火 不用顏外再加油 這裡就是把雞油慢慢逼出來 有空翻一下 而且一定要留意千萬不能焦 焦了就不能焦了 等鍋加熱的同時 慢慢把雞皮裡面的油逼出來 拿到雞皮脆脆脆脆脆 沒什麼油份再逼出來的時候就完成了 好,雞油炸完了 雞油可以之後用來炒菜或煮油飯用 這些脆雞皮可以用來送飯 或者之後用來當作吃也可以 好,現在我們拿剛才熱好雞肉出來 第一步就是先煎雞油 雞肉就這樣煎完 已經好像平時印度餐廳吃到的雞肉 煎完雞肉之後就可以直接放些洋蔥下去炒 好了 這裡開始又是耐性的考驗 因為首先你不能調大火 否則很容易就會炒焦了洋蔥 二來整個過程你都要在這裡看著火 你不斷地炒洋蔥 否則很容易一點熟一點不熟 好累啊,一邊坐在這裡一邊煮 稍微後悔開始拍這段影片 不過開始了就不能放棄了 否則今晚也沒有白色 好了,我想炒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你見到洋蔥都炒到焦糖色 還有一點烏烏的狀態 我想都差不多了 大約我就炒了15分鐘左右 這個時間就可以加一點茄膏 還有這一碟的香料和蒜頭 都可以加起來 再多炒一會兒 我們就把番茄都加起來 其實這個菜真的要由焦煮到焦 可能你會說為什麼不外出吃 其實我也認同的 有時候攪了這麼久都是為了一些成功感 所以你還是看了當吃了 除非你有什麼特別的宴會 或者有空請人來家吃飯 或者煮一次的話 也值得的,我相信 你見到炒到番茄都溶好了 現在變成一個軟狀的情況 就可以加點熱水 然後再放進去 這把盆蓋蓋蓋煮半小時 我趁這個時間就洗米去 記得吃之前呢,要把香料或是全部都合回來 尤其是豆腐 有一次嘗在嘴巴裡會變餓 click 整碗嘴巴都感覺不到 其他東西完全忘了 找到了 最後一顆 接完 最後我們移接雞肉 然後加些奶油 水 Hou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